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来我们这里的九龙齿公园 看这些树很茂密 现在才早上的八点半 我来里面灌一下 这是我们这里的唯一的一个 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公园 这棵大树 把一半的天都给遮了 这两个大狮子 还有两幅对联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呀 我是杨红 今天早上没事 我来我们这里的一个九龙齿公园 过年到现在都没来过了 小时候经常来 因为现在是早上 人也比较少 这里就是烧香拜佛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村子的 所以进来没有收钱 一般进来的话就是四块钱 现在我要下去灌一下 看这里的树 这里很凉快在下面 基本上如果太阳出的大的话 基本上看不到太阳 是避暑的好地方 因为这都是 应该是几百年了 还是几千年的那个寺庙 然后这里有那个 别人捐的那个 捐钱的一些石碑在这里 这里面也是可以烧香的地方 从这里也可以下去 从右边这条也可以下去 有的时候就是听得到人说话 就看不到 因为这里的树 太茂密了 就上面就是那个高铁 这里风景很好的 这里种的都是树 这些树从小时候到后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里了 你看这种造型 都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的一些树 这是上面写的 写的这个云南省重点保护古树木 看这些参天大树 来里面就是看这些树的 也许别的地方比这还多 但是我们这里的这已经是够多的 下面就是这栋房子 就是龙宫 里面树了九条龙 这棵树是最有特点的 小时候这里是一个小花园 我跟我弟弟还来这里照顾好多像 这里是这个养鱼的 下面有好多的金鱼 原来这里还拍过电视剧的一个取景的地方 那里的鱼 看这里有一棵百年古树 它的造型都已经是这种了 已经延伸到那边了 这里看得更清楚一些 因为这里的水很清澈 所以这些鱼 都是看得到的 这里面的百年古树特别的多 这些都是 而且一棵树就可以嫁接好多 样子还特别的奇特 等一下那边我就不过去了 我要从这里 然后上到那个山顶 这里的台阶还是有点陡的 我要上到最上面 这里面 这里面我就不进去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建筑都是这种比较古老的 这些门上的这些都已经帮不过了 好像也没有翻修过 都是保持的原汁原味 然后再往上走 还有好长的路 这里的大石头 有好多就烧香的人 就把那个香插在上面 现在我已经爬到半山了 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下 上面因为是早上还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要上去 这个台阶太陡了 上面还有好长的路 继续往上走 这些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形成这种石头的造型 现在已经爬到了这个庙的最高 最高地 上面还有就是公路 铁路了 那个高铁 下面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这里的树已经都阻挡起来了 气喘兮兮兮的 这条就是下山的路 我还想从这边再上去 上面都是原来的那些坟墓 坟墓后面就是铁路 这边上来的人现在比较少 我一个人上去看一看 还是下去吧 上面都是一些坟 一个人都没有 还是有点害怕 准备下山了 太烂了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来的人可能要少一些 也原来就是烧香拜佛的人特别的多 现在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家里面老一些的人会上来 这里玩一下 这里空气比较好 我也是好长时间不来 今天早上来逛一下 现在要下去了 真的是太累了 我也是好长时间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